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的知识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关于力法这一块主要是阳力 阴力 我们用的二十四节气力 还有干支力这样的内容 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首先我们说从周易的预测学的角度上来讲 那么我们用的两套力法都有 太阳力和太阴力 太阳力是怎么用的呢 我们看这个在这张图上 中间是太阳 这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轨迹 那么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一周是一年 然后这一周是360度 古人把这个360度做了一个划分 把它切分成24分 那么每一份的话就等于只有15度 每一份有15度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在这去画的话 画线的话 就是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角度上来说呢 它是15度 按照这个来划分的话 每过地球每运行到下一个度数的时候 就是15度到下一个15度的时候 那古人把它做一个变化的一个节点 而且呢 发现这个节点的变化 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极其的密切 一般来说 那么这个方法 15度一划分的话呢 这一共是24个 一共是24个节点 做成什么呢 叫24节气 24节气 24节气大家应该都会背 不会背的话呢 最好也再回顾一下 能把它背下来 春雨 京春 清古天 夏满芒夏 蜀香连 秋处 露秋 寒霜降 冬雪雪 冬小大寒 比如说 每年到了雨水节气的时候 雨水节气是什么时候呢 2月的21号前后 每到雨水节气的时候呢 这一天 往往是在这一天就会下雨 哪怕是就低那么几点 也会下雨 比如说到惊哲了 到惊哲的时候 到了惊哲前后呢 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有雷声了 轰隆隆的就开始有春雷了 而到这个时候呢 地底下折服着的那些个小动物小虫子 那些冬眠的那些动物就慢慢的出土了 就爬出来了 所谓惊哲的意思就是一声春雷响 然后呢 就万物复苏 那么大家就全部爬出来了 这个 这些个 我们物理界的一个现象 跟24节气的这些个点 它对应的关系呢 特别的密切 你到了某一个时候 那就要干那个事儿 这个事情就要出 我们 因为古代呢 是农耕社会啊 就是农业生产是很重要的 那么农食上来讲的话 用这个二次节气呢 就更加的关系密切 你到了某一个节气 比如说到盲种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那么小麦就长得饱满了 就成熟了 然后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秋出露秋 寒 到了寒露的时候 到了寒露的时候 所有的那些个树上的那些果子都长成熟了 而且呢 再往后也不长了 到寒露的时候基本上就该摘了 这最后的节点就该摘了 如果地里的庄税 这个再不摘 比如说花生啊 或者就长在土里面 再不摘就烂掉了 就烂根了 那这个挂在上面的树上的也会用 往下掉了 所以它每到一个点的时候 就当地球每运行到一个特定的角度 这个时刻的时候 那么地球上的这个事物物种之间 它们就有相应的这种变化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关系呢 这个去划分的时候 每一个是15度 那第一个呢 按照这个口诀来说 第一个时间叫春分 啊 历春 叫历春 历的意思呢 就是开水的意思 历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是这样的 那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啊 那么 春分呢 就相当于差不多是这个点啊 这是春分点 春分的意思呢 春天被平分 被平分 那么地球啊 直射在赤道上 南北半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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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照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叫春分 这是我们地球啊 这是北回归线 南回归线 那么 太阳呢 就照在了这个赤道上 当 进一步去 往下去运动的时候 太阳呢 就逐渐的往北移 那么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 北半球的光照就会越来越多 从这个方向去 去转的话 转到这个位置 叫夏日 夏日啊 那么夏日的话呢 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 就是太阳光照的话 照到北半球最多啊 太阳移动到了北回归线这个点上 这是 夏日的 时间 然后呢 就到了秋分 冬至 再到春分 到端了一圈 那 它的一个特点呢 我们知道了 一年是365天啊 还多那么 后面有个小数点啊 按照15度去划分的话 每一个节气啊 每一个节气 实际上是15天啊 15天 但是呢 是15天多啊 15天多 有的节气呢 是比如说15天 07个多小时 有的时候呢 02个多小时 或者是11个小时都有 它的这种差别呢 是跟这个地球的这个轨道有关系 因为地球围绕太阳运转 它是一个椭圆 近似纯圆 那不是纯圆 所以呢 有的地方呢 就远 有的地方呢 就近 在运行的时候 这个每一个度数上 它就会有一些差别 每一个15度 度数一样啊 但是它的路程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的呢 就快一点 有的呢 就慢一点 那么正好呢 两个节气呢 就是30天 就是30天多一些啊 就30到31天之间 这两个节气 二十四个节气啊 去划分的话 两个节气是30天 那么我们就划分成了12个月 这12个月呢 就等于是每个月 其实平均来讲就是30天 30天多一些 那我们说这个 比如说历春 历春的点在这儿啊 历春在这儿 2月4号 啊 2月4号 就每年到这个点的时候 就地球运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定的 就像我们这个表走那个指针一样 它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时刻 比如说2月4号 啊 下午的15点38分 06秒 它走到了这个位置上 那就这个 这个时刻就叫做历春 还有可能呢 因为它前后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错位嘛 就有可能呢 2月4号的晚一点 2月4号的23点多 这是有可能的 还有可能呢 就错到2月5号的几点 所以每个历春的话呢 都是在这个2月4号和5号之间 那我们说了 我们上这课给大家讲了说 这个点啊 这个点我们算作一年的一个开始 那就地球运行到这的时候 算新的一年的开始 再运行到这回过来 啊 一个循环就一年结束了 再走到这个位置 就新的一年开始 所以我们上这个课给大家说 这个数什么的问题啊 比如说 你是2月2月4号这一天出生的 2月4号这一天出生的 还要看具体的时刻 就是你是几天几分出生的 你是出生在这个时刻之前 还是在它的之后 精确地来划分的话 你如果出生在这个时刻之前 你就数前面那一年的属相 如果你在这个时刻之后 你就数这个新的一年的属相 这是我们 把上面的那个文章再补充一句 那古人的话呢 其实就是用的这个叫太阳力啊 太阳力其实就是按24节气来划分的 我们叫24节气力也行 那么 我们现在的西方的力法 我们现在用的阳力啊 就是从西方的这个力法 比如说1月1号啊 算元旦 这个力法呢 西方传过来的 它也是太阳力 它用的也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一周这样的一个规律 只不过呢 它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天象上的道理 它是按照 它的1月1号是根据这个宗教上来的 这个 跟耶稣的那个 跟耶稣有关 跟耶稣的那个诞生有关 而且呢 每个月的大小也不一样 比如说2月份是个小月 只有28天 比别的月都差了 这个东西呢 也是跟他们这个皇帝在制定立法的时候 自身的这个好恶有关系 它不是完全去跟着这个天的走 有关系 但是我们呢 中国人呢 中国古人他比较客观 在去使用的时候 在去规定这套立法的时候 完全是根据地球和太阳他们之间的关系 来核定的这样一套的立法 这是我们用的太阳力 还有呢 就是太阴力 太阴力就是月亮 月亮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它运行 月亮围绕我们地球运转一周 29天半 那么月亮还有个自转的周期 它的自转周期呢 是27天多 它为什么这两个不一样呢 因为月亮 月亮除了它的自转呢 它还围绕着地球呢 它有一个公转 比如说这是 这是地球 那么月亮围绕着它转的时候呢 它本身的一个自转 同时呢 它围绕它公转 所以当它在我们地球上来说 看它转一周的话 它等于月亮转了一圈多一点 因为它除了它的自转他还往前走呢 所以它就转了一圈多 这样的话 就是29天半 那按照阴力来说的话 阴力的月是怎么来区分的呢 叫硕旺的月 看到这两个字了吗 这两个字都跟月亮有关系 硕的意思呢 就是每月的初一 初一这一天呢 我们看不见月亮 月亮它是 正好在和太阳是在同一面 我们看的时候呢 它是个阴影 它是个虚的 是个阴影 看不到 旺呢 指的是每月的十五 月亮圆的那一天 叫做旺 一个硕旺月 指的就是说 指的就是从月亮圆 到下一个周期 月亮再圆的时候 这叫一个硕旺月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是我们观测到的 这一个 从初一到初一 或者从十五到十五 这样的一个月呢 叫做一个硕旺月 那我们阴力上说的月 就是这个 那我们阴力上的话呢 每月的初一初二一直到 有的时候有二十九 有的时候呢 有三十 这是因为我们说了 它是二十九天半嘛 是吧 二十九天半 所以有的月呢 就是二十九天 有的月呢 就是三十天 这是月亮 那么一年的话呢 也有十二个月 那我就会发现 这两面有问题了 月亮的这个一年啊 一年下来 十二个月下来 是三百五十四天 是三百五十四天 而 地球为了太阳一周 运转一周的话 按照这个阳力上来说呢 是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 阴力的一年和阳力的一年 每年就差出来十一天 一年差了十一天 那么三年呢 就差了三十三天 三年就差出一个月了 那 如果不去做一个调整调和的话 阴历的年和阳历的年 它的误差就会越来越大 那对于我们生活来说的话就脚挂了 怎么办呢 就出现了润月 阴历上的润月 就是每到每隔两年 或者三年的时候呢 就在其中的一年上加一个月 加一个润月 那么也就是说 某一年它就会有13个月 它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平衡阳历和阴历之间的 它这样的一个差别 什么时候它就能对上了呢 就是多长时间 它两个立法的周期能和对上呢 粗略的来说呢 就是19年 19年阴历和阳历 就基本上就对上了 所以我们前面讲课 如果给大家说过 你19岁那一年的话 阴历阳历就重合了 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们预测学上 在预测学上 不同的方法用的不一样 有用阳历的 也有用阴历的 有的推算方法呢 你说你告诉我是 解除几 就要阴历 也有的方法呢 用阳历 它所以就是看它 所用的是哪套立法 它的这个原理啊 它的这个推算的规律 是按月亮推的 还是按太阳去推的 我们中国呢 古人呢 其实过的一种立法叫农历 大家可能也听过啊 叫农历 农历啊 实际上呢 它所说的就是 就叫阴阳和历 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 既用阳历 也用阴历 把两个参合起来 去同时去参考 所以呢 往往的农历 这个农历呢 来源于农石啊 来源于农石 就是说跟耕作有关系 其实呢 回过头来的话 我们还是说啊 就跟二十四节气相关 这个内容啊 我们呢 为什么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当题呢 所谓的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 一个是节啊 一个是气 这两个呢 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看这样啊 每一个每一个季度 这是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每一个季度 有六个有六个节气 这样做一个划分呢 比如说春雨 这是一个月啊 经和春 这是一个月 然后啊 清明和谷雨 这又是一个月 这是春天的三个月啊 那么 每个月都有两个节气 第一个节气 出现在我们阳历的月初 比如说 立春在二月的四号或者五号 那么经浙呢 在三月的五号或者六号 这个清明呢 每月的四月的五号 或者是四月四号 这就是 所以每个月两个节气 第一个节气出现在月初 那么第二个节气呢 就出现在月中啊 比如说 立春是二月四号 那你加十五天 加十五天就是第二个 就是它的雨水节气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呢 二月二十号 或者是二月二十一号 就是这样 那么经浙呢 就是三月的五号啊 或者六号 你再加 后面加十五天呢 就是三月的二十号 或者是二十一号 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节和气之间 它们多 就等于你要是用算法的话 算数的话就加十五天 或者是十五天多 就十五到十六天 前边这个呢 称为节 后边这个呢 称为气 那么在中一上 包括这个五云六气 这些内容呢 都是这样用的 前边用节 后边用气 那我们在去使用的时候啊 去划分这个月分的时候 是按照前面这个节来划分的 就是每到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出现的时候 那么月分发生变化 上节跟我们说了啊 历春呢 是隐月的开始 隐月的开始 经过三十天 到了经浙呢 是毛 是毛 然后呢 清明开始呢 是晨 这是尹毛晨三个月 夏天呢 夏天的三个月呢 四五位 然后秋天呢 是这个 深 油 虚 冬天呢 害子丑 这样子 月分的一个划分 所以 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啊 知道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呢 大家在使用一些软件去排布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有一些差错 这个你得知道 如果出现差错的时候 以什么为标准 以什么为标准 怎么样去计算它 去衡量它 这是我们八字 包括六窑 占卜 用的呢 也是以这个前面的节 为区分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预测方法呢 用的是后面的气来区分的 它是以 你比如说 它如果用气的话呢 就以这个点来区分 以这个点来区分 以这个点来区分 区分前面的月 前面的月 后面的月 前面的月 后面的月 比如说 新闻顿家 就用的是气 所以呢 以后大家将来 学别的内容的时候呢 可能会 可能会接触到这部分 你要知道它是 有这样一套东西 然后呢 不同的方法 所用的呢 也不太一样 不管是用节 还是用气 都有它们各自的一个道路 那么 这是我们讲 这个 太阳力 太阴力 二十四节气力 那我们 其实最终的话呢 大家到了命理这一块的话 我们叫干支理 就是干支的地方 最终变成什么 比如说 丁有年 更须月 某某日 某某时 我们最终的话呢 是用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是 表达时间的一个维度 就一个方法 这个东西当然是通过这儿来推算出来的 所以只要是相对位置一定了 那么这个信息呢 也就是一定了 那么在去运用的时候 去推算的时候 就看天干 地支 然后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来 去算 这个人命理人的信息 那关于这个 立法呀 我们就讲这么多的内容 下一节课呢 我们接着讲 地支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讲这么多 大家再见 好 继续